八点开书啊 咱们是书接上文 上文书咱们说呀 这雅尔哈善放跑了小河卓 那有人说了 这战场之上嘛 胜败乃兵家常事 可是这句话呀 放在这儿不合适 要说这小河卓的陶顿 和雅尔哈善呢 他不无关系 完全是因为雅尔哈善 军纪涣散 失职独职的结果 最可气的是 要不是这个沙雅尔的 阿森和卓跟他说呀 跑的这几百人当中 领头的就是小河卓货带 他压根啊 就不知道 这小河卓就在库泽城中 这仗啊 已然打成这个德行了 那无论结果如何 也得给这个 在北京城的乾隆皇帝 写奏折 让这个朝廷乾隆皇帝 知道这件事情 雅尔哈善深知啊 这些事啊 蛮是蛮不住的 因为在这个营中啊 有这个密折奏势之权的人 可不止他一个 还别说呀 随军参赞大臣 以及乾隆皇帝 派过来的侍卫 就连额敏合卓 都有密折臣室的权利 那么这道奏折 他敢写吗 哎这雅尔哈善心里啊 还是有点底的 因为他觉得 自己身上啊 还是有功劳的 什么功劳呢 大军一到啊 广是凭着这个军威呀 就让这个两城的城主来行 一位呢 就是这个赛里木的新任伯克 叫做阿瓜斯伯凯 哎这位投人呢 是大家公选出来的 哎他们把这个原来小合卓 派到这儿的一名伯克 叫做阿里 捆吧捆吧 就送到了清军大营 哎这阿里 您记住了 这个人呢 并不重要 可是他呀 是后文书的一个要引子 就因为把他送到北京 才引得这雅尔哈善 人途落地 咱们先放放 一会儿再说 还有一位举城来头的 是一位宗教领袖 就是这个沙亚尔的 阿三合卓 我解释过了 这阿三呢 他不是印度人 他也不是杭三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他有原因 其实啊 这就看出啊 清朝的通义啊 没水平了 这个信啊 我们现在通常翻译为 爱山 哎这下 您是不是听着就耳熟多了 这阿三合卓呀 就是告诉雅尔哈善 哎跑的这四百人里呀 有小合卓 祸鸡站的那位 这雅尔哈善认为 有这个双城来详 这点功劳啊 可能能抵过 他放跑了 小合卓 祸鸡站的罪过 实际上这么一来呢 就被动了 这皇上说能抵呀 您才能抵 皇上说不能抵 那您还得呀 按律治罪 再者说了 到时候 这皇上一漆鼻子 说这双城来头 完全是 仰慕我天朝神威 哎那完全是 看我的面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所以说啊 这雅尔哈善这么做呀 是被动了 这雅尔哈善呢 他就是无能 他也不是傻实了心了 我刚才说这些 他也明白 于是就找人背锅 那就是啊 被小合卓 踏婴而过的顺德纳 还有啊 出主意 挖地道去攻城的 绿营提督马的胜 他是希望啊 这锅甩的挺干净 让这二位啊 就把自己的罪啊 给背了 咱们先不说 这乾隆皇帝 接到这封奏折之后 到底气没气死 咱们先说说 现在库车城内的动向 乾隆二十三年的八月 八月初二那天呢 这库车城里边 突然杀出了一支小队 这支小队啊 也就是和这个围城的清军 稍稍地接触了一下 就跑回去了 不用明眼人 我都能猜得出来 这就是小规模的火力侦查 到了八月初五这一天 这白天呢 出奇的闷热 无论是城里城外 这人马牲畜 热的就不行了 就到了紫夜时分呢 突然呢 天空中打了一刀立闪 然后就是雷声滚滚的 大雨倾盆而下 这城外清军呢 围城大营当中啊 睡的是帐篷 这大雨一下呀 城外的八旗兵就上去被雨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城门突然打开了 就在这库车城的北门 杀出了四五十匹战马 那自然了 这路上啊 是有清军的卡伦的 并且呀 在这个沙朗达朗的爱口处 还驻扎着一支清军 也就说那儿的卡伦呢 应该有个三四百人 看来啊 都被这场大雨啊 给浇糊涂了 也不敢呢 出了卡伦来迎战 只是啊 在这个围栏以礼啊 望外射箭 后来呢 数了数了 这敌人损失也不大 在这大路上啊 只躺下了三具尸体 这回啊 这雅尔哈善可不敢怠慢了 立即派这个顺德纳呀 让他带人去追击 哎 可是啊 这人跑远了呀 再加上风雨交加 追击无果 还是没追上 与此同时啊 在库车城的西门 以及南门 都有人往外突围 这两拨人呢 倒是尽数被清军绞杀 尤其是南门 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这守南门的是谁 这守南门呢 可是个狠人 就是这一宿之间呢 杀了四千厄鲁特的 严相师严军们 这援军们呢 亲自指挥人马 西树剿灭了这支突袭的部队 这会儿的雨呀 虽然小了一点了 但是还在下 这严军们呢 横刀立马 就站在大路上 内穿铠甲 外披缩衣 哎 怕什么呢 怕的就是啊 趁乱 再有人从城里杀出来 这会儿的天呢 已经快蒙蒙亮了 只见这城门呢 咯吱吱吱吱吱吱 他开了 然后啊 吊桥放下 从这个城里啊 就出来了五名残回 只见这五个人呢 走路 都没骑着马 这身上的穿着呀 都是贵族打扮 为首之人是一位老者 这位老者呀 自称叫做阿基 是这库车城中啊 一位伯克 这伯克呀 就是官员的意思 是由这个可汗 或者是宗教领袖来认命的 这位阿基伯克呀 哎 是个小伯克 咱们知道啊 这个城里边最大的伯克呀 叫阿奇木伯克 就是城主伯克的意思 剩下的呢就是管这个军事的 财务的 司法的 税务的 水利的 果园 农田的等等等等 再望想了说呀 村街市镇都有伯克 这事啊 咱们也能猜得出 这城里的大伯克呢 要不接啊 就是早先 这恶对伯克的亲信们 这恶对伯克呀 一投靠了清廷 随后这大小合拙的人呢 就接管了库车城 等到这大小合拙一返呢 恶对伯克的人死走逃亡 在这库车城里呀 也不剩什么了 紧接着这小合拙货籍站呢 就往这儿派了亲信 就是他任命的伯克 叫做阿卜都 克勒木 那新任城主这帮亲信 这帮大伯克哪儿去了呢 那显然呢 昨天晚上趁雨突围的 那就是他们 自然也是跑的跑 死的死 这言相师看出来了 这些人呢 是来投降的 是代表着库车城内 所有的民众来投降的 于是也不敢怠慢 就把这五个人呢 引到了雅尔哈山的大战当中 这阿基伯克 见到了雅尔哈山之后 连忙跪倒 口称老袁荣啊 小民归降雷迟 忘其恕罪 他说呀 我们城内的老百姓啊 其实早就想投降天朝 只不过呢 城主伯克大人 阿布都克勒木 他是死心塌地的 跟着这个小河桌干 他不乐意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也是才听说 昨天晚上啊 他带着他的亲随伯克们呢 全跑了 所以说我们才急急忙忙的出城 向这个天朝大军起降 还望老袁荣手下超声 放过我 合成百姓 嘿嘿 这雅尔哈山一听啊 算是自个儿捡了个漏 他是想啊 迟早有一天 这城内围了一个水尽粮绝 然后啊 就自然会投降了 可是他没想到啊 这事来的这么快 随着库车城内的城主伯克 阿布都克勒木一跑啊 哎 这老百姓啊 他开城投了降了 这大军呢 也没费什么劲 稀了呼噜的 就进了城了 到了城内啊 先得戒严 先肃清你一下 这大小合着的爪牙 那然后呢 自然就是出榜安民 进了城之后啊 这清军一点数啊 这雅尔哈山 以及合营众将啊 有点纳闷了 却原来呀 这城主伯克 阿布都克勒木 他带着自己的亲信伯克跑了 可是 他并没带自己的老婆 和两个儿子 经这个阿基伯克指认呢 有五个人 这五个人呢 是阿布都克里木的爪牙 非常亲信的人 并且呀 在这库车城中啊 都深任要职 那这些人 自然都得抓起来了 然后啊 又抓了二十八个 这二十八个是什么人呢 都是啊 跑到这来的准个二人 咱们知道啊 这会儿的赵慧啊 就在北江啊 清洗这些准个二人 这些人跑到了南江啊 本来是以为啊 投奔了大小合着 就能得活命 谁想啊 这回也唠叨了 这个清军的手里 还有这一百五十缠回啊 据这个伯克阿基说呀 是教育不好的 那这话怎么说呢 哎 前面咱们提到过 这一百五十人呢 是死心塌地的 追随小合着户机站的 这小合着户机站呢 在北江当人质的时候 这些人就追随他 后来呢 就被他安置在了库车城 这些人呢 那可是库车城 守城当中的主力 这雅尔哈善呢 一声令下也逮起来 然后啊 他就问这个阿基伯克 还有没有别的人呢 阿基伯克说呀 还有这个阿布都克勒木的哥哥 和他的妻妾孩子 不过呀 他的哥哥呀 在昨天的突围当中 已经被这个大军射死了 在道边躺着的那个呀 我看见了就是他 这雅尔哈善堆这些人呢 也没有富人之人 那只有一个去处 就是把他们呀 哎 送走 送哪去呀 哎 据西域建文路上记载 说清军下库车之后 受回兵 以前是进坑之 哎 就是挖一个坑盖上土 这么送走 不过呢 在这儿啊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您说 这西域建文路啊 它有演绎的成分 这个数字并不准确 那我们参考什么文献 来查找准确的数字呢 后来这个复横 整理的平定准杆二方略 这上面的数字啊 我看还是可信的 这平定准杆二方略上说呀 那库车城前前后后 杀了呀 也不到200人的样子 您看呢 这个数字 咱们可以算出来 这小河州货鸡站的亲信 150人 投降的准杆尔啊 28人 还有五个 前城主伯克的亲信找牙 再加上前城主伯克 阿卜都克勒木的家人 以及他哥哥的家人 加起来也就不到200 那这接下来呀 这雅尔哈善就要详细的 统计一下 这库车城的人口了 经过这一场大战下来呀 好可怜 这库车城内的居民呢 从原来的三五万人 只剩下了三千六百多口 这里边啊 还包括 这阿卜都克勒木 强行迁移过来的赛里木人 124口 沙耶尔人158口 库尔勒人485口 也就是说 这库车城内的原住民 剩下的也不过 才两千多人 然后这雅尔哈善 把这些罪人的家属啊 就分别赏赐给了 额敏活卓 以及呀 这个赛里木的阿瓜斯伯凯 还有这个沙耶尔的 马哈莫蒂 以及这个瑟提巴尔迪 也就是说呀 都分给了营里边 这些回人头目为奴 那么说这会儿谁着急呀 那就得说是 这库车城的老伯克恶队 这进了城之后啊 这恶队可就想起来 自个儿那个又狗狗又丢丢 年轻的小媳妇来了 其实啊 经过审讯俘虏啊 他早就听说了 这小河卓呀 把自己的儿子呀 坑杀了 把自己的媳妇呢 关在了高阁之上 是每日零五 可是啊 关自个儿媳妇这楼啊 是找着了 可是里边啊 却没发现有人 最后一打听才知道啊 自个儿的媳妇啊 在原来亲随的配合下呀 跑了 往哪儿跑了呢 阿克苏 这恶队合作听完之后 就是一甩手 哎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这阿克苏这会儿啊 还在小合作的控制之下 并且我呢 就在城外清军大营当中 你既然跑了 干嘛不到大营来找我呢 反而啊 逃到了阿克苏 这简直是个傻娘们儿 不过自个儿的媳妇总算是脱离了虎口 以让自己稍稍放了下心 媳妇虽然跑了 但是仇人不能饶 一怒之下啊 这伯克恶队 杀了三十多个背叛自己 并且呀 迫害过自己家人的人 这才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牙耳哈善呢 趁着热乎劲 赶紧干一件事儿 就是赶紧呢 给这北京城的乾隆皇帝 写奏节的战报 他是那么想的 我这个功劳越多呀 这皇上对我的气啊 可能就能消消 我这脑袋呀 在脖子上啊 可能就更能坚固一点 当他的战报发出去以后啊 这乾隆皇帝给他的庭记啊 也陆续发到了新疆前线 咱们要说到这乾隆皇帝的庭记啊 咱们就得往前叨叨叨叨了 那么叨到哪呢 咱们就叨到啊 这个小河卓逃跑 前方的敬礼将军 雅耳哈善 把自己的水锅报告啊 奏报给了乾隆皇帝 乾隆啊 接到奏报之后 这个气就别提了 小河卓进入库车城啊 那本身他就叫自投罗网 自寻死路 只要把这库车城团团困死 小河卓被擒呢 那必然是板上钉钉的事 你在这个喀什嘎尔住所的大河卓 态度我本来就摇摆不定 你要是把这个小河卓擒货 或者杀了呀 整个南疆自然土崩瓦解 这大河卓波罗尼都到时候啊 就投降了 如果顺利的话 这会儿的回步我应该已然平定了 这小河卓一跑不要紧呢 你看这事呢 自然就是麻烦了 这乾隆皇帝呀 最恨的就只有这么几点 其一呢 你牙耳哈山就竟然愣不知道 这小河卓祸机站 在这库车城中 这第二点呢 你不是说这七八千人 把库车城团团围住 围了一个水泻不透风吗 那么这城内侦察的也好 往外突击的也好 那怎么跟走空城门似的 那简直可以说呀 是来去自如 还有一点啊 就是皇帝老子 我花了钱 养了这么多的兵 那简直是真对得起我 竟然说是怕天黑 怕吃亏 不敢出击追击 你们这是兵吗 连老百姓都不如 这乾隆皇帝越想啊 他就越觉得放跑了 小河卓祸机站的 这位顺德纳呀 太可气了 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臭骂 圣旨原文写道啊 真怯懦昏溃至极 接到旨意之后 立即隔持 以兵丁效力 好家伙的累 挺大的领队大臣的 这一句话就被撸成了马前卒 你以为降罪完了 这个顺德纳 别人就没事了吗 那乾隆皇帝紧接着就说 虽顺德纳罪无可患 雅尔哈善等身为将军 参赞大臣所思合适 毒罪货 这句话呀骂的可不是雅尔哈善一人 说的是啊 敬立将军雅尔哈善 还有随军参赞大臣哈宁哥 这话说呀 罪都是别人的 你们这当官的就没罪 进取奎远顿 朕义无可殉裕 毒赵慧速往协助雅尔哈善等 看来呀 这乾隆皇帝国乱是撕了忠臣了 他这道明旨当中啊 就提到了赵慧 说这赵慧呀 你北疆的事办好办不好的 你紧着吧 这南疆需要你 没你不成了 可是这会儿乾隆皇帝 还确实是看在了双成来头的份上 暂时啊 还不想对这个雅尔哈善和哈宁哥动手 哎 这领导嘛 就得有领导的艺术 给你们呀 先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即便是这样 这乾隆皇帝对这雅尔哈善呢 也是不放心 刷刷点点 又写了两刀圣旨 这第一刀秘旨 自然是写给赵慧的 雅尔哈善参奏顺德呢 疏托货极战 身为可恨 一等无福成功 将自送死之贼 任其免托尚可伟用言 进正希仪式 全复之赵慧也 这华人的意思是说呀 哎 上天给了他们一次 活捉这小合捉 获及朕的机会 可是他没把握住 没有去珍惜 哎 完全是属于他们呀 没有这个福分来立此大功 你说就像这样的人 朕还能指不上他们吗 关于这个正希平准 平回仪式啊 朕可就全指望你赵慧咯 在这道旨意当中啊 这乾隆皇帝 还另外嘱咐赵慧 到了这个南疆营中啊 你一定要替朕 侦查清楚了 到底是不是 这顺德诺呀 放走了小合捉货极战 正宫我呀 觉得这里边 有雅尔哈善甩锅的意思 如果要完全是顺德诺的责任 那不用说了 到营之后是立即斩首失重 如果这里边啊 要是有着雅尔哈善 推卸责任的原因呢 那也好办了 把这个顺德诺 雅尔哈善以及参赞大臣哈宁哥一起啊 给我绑回北京来镇我要御神 然后吧 就是第二道旨意 这第二道旨意 它是一道明旨 是写给公布尚书 纳穆扎尔和这个护布侍郎三太的 让这二位是立刻上路 前奔库车 所为何止啊 没说 不过呀 谁都能想到这二位啊 就是去接替雅尔哈善和哈宁哥的 并且这乾隆皇帝还另外嘱咐这二人这一路之上啊 多看多问 搜集前线的情报 每天啊 都要上报 写进展 其实啊 这三道旨意 发出去 没几天 这乾隆皇帝就坐不住了 因为这乾隆皇帝 从性格上讲啊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按其按憋的人 再者呢 他自己也想啊 我是皇上 我凭什么憋这份气 于是就拿起笔来啊 又写了一道圣旨 这圣旨上说呀 任命这个纳布扎尔啊 为敬逆将军 这三太呀 为军前参赞大臣 那这雅尔哈善和哈宁哥干嘛去呀 哎 你也别回来 军中效力呀 是以赎前罪 您呢 还先别笑话 这乾隆皇帝 这狗脾气 招令西改 那是因为这乾隆皇帝 随着这雅尔哈善的奏报越来越多 他觉得这雅尔哈善是越来越不贴谱了 因为他来的奏报啊 前后漏洞百出 这雅尔哈善呢 给乾隆皇帝奏报说 安排这御祖府带着1500绿旗兵和150名回兵镇守库车 看这御祖府一个人呢 可能执掌这个库车城啊 太孤难 就把熟悉情况的恶队儿子叫做厄斯满 以及这恶队手下的一些亲随呀 留下协助工作 然后臣我呀和这个随军参赞大臣哈宁哥 我们二人呢 就要带着兵去平定阿克苏等地了 乾隆皇帝看完圣旨之后啊 哎 心里话说纯属放屁 第一呢 也没说呀 他和哈宁哥这两个人 一共带了多少兵走 二呢 也没说沿途是如何建立站台卡轮来传递军事情报 这乾隆皇帝啊给召会的旨意当中就明确指出 看来一等四肢 诸逃祸及战之罪 且聊以奏请禁兵 苟言旦息 若果如此居心 必之愤事 这乾隆皇帝说 他们就是拿好话糊弄我 其实啊 肯定根本就没有禁兵 如果真是这样 那简直就是良心打打的坏了 紧接着这雅尔哈山在奏折当中又提到 有二十名这库车城内的蝉灰 曾经啊出了库车城来打草 这雅尔哈山在奏折里提到此事啊 无非是形容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可是乾隆皇帝听完就急了 这既然这二十人能出来打草 那么这二十人也能出来收庄家采果子 和敌人通报消息了 那么能偷偷的出来二十人 出来二百人也不足为奇了 雅尔哈山我就得问问你了 你这个围城多日 你自称把库车城围了一个水泄不透风 你怎么围的呀 咱们说到这儿啊 这会儿这库车城城破的消息啊 就已经传到了乾隆皇帝的价钱 乾隆皇帝高兴吗 没见乾隆皇帝有多高兴 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嘛 这好好的一座库车城 死的死逃的逃 并且在这儿啊 还放跑了贼手小河卓货战 现在呢 只剩下嗷嗷逮捕三千百姓积民 这朝廷啊还得想办法 安置救济 这城虽然攻下来了 又有什么用呢 这乾隆皇帝的原话是说呀 以如许兵力为弹丸之城 而贼手出入自如 不知统兵大帅身在何处 则所以除灵木偶 亦可胜任何必赴简用将军为灾 即得成以赴何用 这乾隆皇帝说这雅二哈善 你说你们啊 带着这么多的兵 围一个弹丸小城库车 告诉我呀 是城围的如铁桶一般 可这小河卓货战呢 进城非常容易 出城也非常容易 并且你们还不知道 你说这种仗 我为什么非得派一个 统兵的大将去呢 我看他没有必要 弄个木偶啊 也能胜任 现在仗虽然是打完了 弄得这恶嫖满地 机民笔笔皆势 你说我得这么一个库车 废城空城有什么用 可是直到这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啊 还是没想要杀这个雅二哈善 直到有这么一个人来到了北京城 告诉了乾隆皇帝一切实情之后 这乾隆皇帝才起了 杀心